第1289章 妖花携军 广场上一道道目光目瞪口呆的望着,那突然闯进来,并且一把握住云云玉手的男子。 一时间满场竟然都是安静了下来,面面相去间有些不明白这事情的起因。 你,萧妍,你怎么来了? 人蕴蕴脸颊羞红,也是有些惊恶地盯着身旁,那脸庞上挂着一抹戏虐笑容的青年,片刻后终于是忍不住地失声尖叫起来。 啊,你有难,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吧。 萧妍注视着面前这风华绝带的人儿,声音中不自觉的却是多了一分柔意。 是阎人。 云运微微一震,便是明白了过来,宣妍感受着玉手上传来的热度,连忙地翘脸飞红地将手掌从萧妍掌心之中挣脱了出来,略微有些自责地说道。 这里是花宗,你怎么还是这么莽撞地乱来? 你躲了我这么多年,也该躲够了吧? 萧妍微微一笑,说道。 谁在躲你? 来者何人,道上明暗,竟敢闯我花族。 那锦袍女子目光微凝地望着萧妍,冷声道。 看着模样,这青年男的便是云运找来的帮手不成。 你可以把我当成是云运的伴侣。 萧妍瞥了眼锦袍女子,漫不经心地说道。 听得萧妍此话,云云脸颊又是一红,恼羞地看了前者一眼,但萧妍却是并未理会,只是目光盯着对面的二人。 区区二星斗尊的实力,也敢在此嚣张,本尊看你是活腻了不成。 锦袍女子身旁的那妖异的男子,手中的折扇轻轻扇动,眼中却是寒意涌动。 萧妍与云云的亲密,令她心头略微有些不爽。 云云,你口口声声说没有伴侣,结果还是忍不住地叫来了吗? 也罢,叫来就叫来,免得说本宗欺负你,今日便让你与这小子一起出手。 若是败了,就将老宗主的毕生斗鸡交出来。 锦袍女子冷笑道,闻言云云戴眉微皱,她并不想将萧妍拖进这花宗的内部争斗之上来。 灯下前踏一步,刚欲说话,一旁的萧妍却是将其拦了下来。 交给我来吧。 听得萧妍那平淡的语气,云云微微一正, 美目注视着身旁的青年。 望着前者,那带着几分坚毅线条的侧脸,心头也是一阵恍惚。 几年时间不见,如今的萧妍已不再是当年的稚嫩少年。 现在的后者,即便是在这强者如运的中周,都是拥有了不弱的名声。 现在的他呀,已经真正的具备了站在他的身前,遮挡一切风雨的资格与实力。 在嘴中徘徊了一阵话语,到他最后,终于是化为一道滴滴的顺从的声音。 要鄙视自然是没有问题,不过这鄙视的价码倒是显得太过可笑。 你赢了,能够得到云云的传承斗气,你输了,确实没有半点损失。 你认为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好的事吗? 消炎淡淡地说道。 锦炮女子眼眸微眯,能笑道。 本宗若是输了,云云便可安然离开花宗,不会再有任何的纠缠。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,那就不用闭示了。 消炎面色微寒,说道。 你敢,你当我花宗是什么地方,想来就来,想走就走。 见状,锦炮女子面色也是一变,怒喝道。 即便你今日能够离开花宗,但日后,花宗的追杀,也必然伴随你一生。 有胆,你就来星云阁追杀。 对于锦炮女子的怒喝威胁,消炎确实丝毫不让,冷笑道。 星云阁? 闻言,锦炮女子一冷,玄机面色微变,有些惊疑不定的道。 星云阁,是星云阁的人? 对于星云阁出现了半生强者的事情,花宗也是有所耳闻。 有着这等级别的强者坐镇,星云阁的实力,已能不惧花宗。 而且,谁都不会忘记,星云阁的那位半生强者,同时还是斗气大陆的第一炼药师。 在下锦炎,家师要沉,此行出来,老师吩咐我遇见花宗老前辈,带他老人家问一声好。 锦炎目光突然抬起,望向花宗周围的丛女山脉。 大喝声在斗气的夹杂下扩散而出,最后在天地之间响彻不休。 从踏足花宗的那一煞,销炎便是掩约之间,感受到了山脉之中的有着一些隐晦的细细存在。 这些细细极其强大,想来应该便是属于花宗那些不出世的老一辈强者。 花宗其他的强者,销炎或许不怕,但这些老怪确实必须多加忌惮。 听得销炎自爆名号,那锦炮女子与妖花携军的面色都是微微一变,他们倒是未曾料到,销炎竟然还有着这等背景。 广场中围的这些花宗弟子也是彼此之间窃窃私语,一道道好奇的目光汇聚在销炎身上。 花宗皆是女弟子,对于销炎这等年轻俊杰自然是颇有兴趣。 原来是药臣的弟子啊,那老家伙倒是犹新了,日后若是有空闲时间的话,必然会前去星云阁拜访的。 在销炎大喝声落下之后不久,一道沙哑的苍老声音便是徐徐的从山脉之内传出,最后在广场半空响彻着。 销炎冲着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恭敬地拱来拱手,然后目光面色阴晴不定地转向销房女子,淡淡一笑。 花锦,既然销炎先生有要求,便听听他的吧。 广场正北方,一名老玉也是慌慌开口,看齐的服饰应该是花宗的长老,而且地位还是不低的样子。 文言被称为花锦的锦袍女子只能不甘地咬了咬牙,说道。 你有何话,便诉说。 此次的比试若是我们输了,云云体内的斗气传承交给你,但若是你们输了,花宗宗主之位便交给云云。 萧炎说道。 原来你是寄予我花宗宗主之位。 花锦面色阴寒,怒笑道。 萧炎,我对当宗主没有兴趣,你就不要添乱了。 花婆婆本来便是将宗主之位传给云云,你倒是不要脸的,将宗主的玉牌强行夺取。 如今,她只不过是拿回花婆婆给云彩的东西而已。 萧炎能笑道。 见到萧炎如此不客气,那花锦的面色也是逐渐的冰冷下来,但却并未婴下来。 她只是花宗的代宗主,说实在的,宗门内支持她的长老并不占多数。 若非是她当年由花婆婆养育了十几年,恐怕这代宗主之位也轮不到她来。 若是此次真的出现了什么变故,恐怕宗主之位就真的与她没有什么关系了。 该死的老太婆,我跟了你十几年,难道还抵不过只见人陪你的三年时间吗? 一想到花婆婆竟然将最大的宝藏留给了云彦。 花锦心头的怒火便欲燃烧理智。 深吸了一口气,花锦压抑下心头的怒火。 目光突然转向身旁的妖花血君。 两人中后者实力强横,一切都是得看她的意思。 似是明白花锦心头所想,那妖花血君淡淡地瞥了硝烟一眼,手中折上缓缓扇动。 对于后者的一些传闻,她也听说过,但传闻毕竟是传闻,总是有着几分夸大性。 而且,以她的六星斗尊的实力,即便是放眼这花宗之内,能够胜过她的也是虚致可数。 这硝烟就算再如何了不得的话,也仅仅只是二星斗尊的实力。 这四星的等级之差,可不是那么容易超越的。 想到此处,这妖花邪君也是缓缓地点了点头,目光停在硝烟身上,平淡地道。 既然您有这样的要求,那么便依你,放心,看在药臣的面子上,本尊会流你一口气。 文言,硝烟方才微微一笑,偏头对着云云,轻声说道。 你退开一些吧,我来。 云云一愣,脸颊上满是恶然。 对方可是一名六星以及四星斗尊呢,硝烟却仅仅只是二星。 这还是要以一敌二,不是找死吗? 你也才刚刚斗尊实力,那传承斗气也未曾练化。 交手的话并不会是他们的对手,放心吧,很快的。 硝烟轻声道,他能够感觉到云体内的那股恐怖的斗气。 但此刻,这股斗气却并非他所能控制,而凭借他本身的实力,不可能会是那花锦的对手。 云云有些怀疑地看了硝烟一眼,但由于对后者的信任,他也并未再度开口,只是微微点头,退后一步。 进到云云后退,硝烟则是前踏一步,眼瞳之中,森白色的火焰缓缓缓地燃绕而上,恐怖的温度弥漫而出,令得这片天地之间顿时变得炙热起来。 既然你们都已经商讨妥当了,那么比试便开始吧。 一名花宗长老见到场中剑拔弩张的气氛,袖跑一挥,大声说道。 伴随着这名花宗长老声音落下,那腰花携君的脸庞上,也刷过一抹冰冷笑容,脚尖一点地面,身形宛如鬼魅般的,对着硝烟暴躲而去,浩瀚的斗气扑天盖地的弥漫而出。 本尊今天倒是要看看,药臣交出来的弟子,能有他几成的本事。 斗魄苍穹有声小说,由听中国出品《蜡笔小勇》播讲。 预知后事如何,还请您继续收听《斗魄苍穹》第1290章。 290章 气化天地 望着那暴躲而来的妖花携君消炎肩膀一颤,新红色的古意便是浮现而出。 双翼一震,其身形便是夺上天际。 那般恐怖的速度,直接是让着妖花携君铺了一个空。 好快的速度! 铺了一个空,妖花携君面色也是微微一变。 玄境目光冰冷地望着那悬在天空上的硝烟,淡淡地说道。 药臣就教会你如何逃吗? 哼,这便不劳你操着粉心了。 硝烟一笑袖爬挥动,十一具傀儡闪现而出,阵法结成。 能量传递间迅速便是让得那天妖魁通体变得璀璨起来。 妖魁吗?花锦,你对付云,这个小子交给我来。 见到那些傀儡,妖花携君的眼中多过一抹不屑,偏头对着花锦说道。 花锦点了点头,玄机冷笑的目光转向云云。 她实力在四星斗尊左右,而云云仅仅只是一个一星斗尊,两者间的差距巨大。 要收拾后者,仅仅只是一个回合之内的事情罢了。 贱人,本宗倒是要看看,那老太婆究竟是看上你哪一点? 眼中闪烁着一抹忌妒,花锦牵腰一扭,便是直接对着云云夺去,磅礴斗起扑天盖地的抱拥而出。 金光撕裂天际,那花锦尚还被出现在云云面前,一道壮硕的身影便是从天而降。 蕴含着可怕进风的拳头,毫不留情地便对着前者脑袋轰了过去。 突如其来的攻击,也是令得花锦面色微变,一股斗气匹炼自掌心处抱拥而出,与那泛着金光的拳头狠狠撞接在了一起。 玄机爆发出一阵金铁交集般的脆响之声。 可怕的力道将花锦震得连退两步,目光一扫,双眼威明地望着面前的金色身影。 花锦,你安心对付那具傀儡,我先请住这小子,那傀儡自会停止。 天空上,妖花携军森冷目光转向半空中的硝烟,手中折扇猛地爆发出深青色光芒。 扇子已挥,只听得漫天狂风大作,巨大的锋刃自空中撕裂而过,铺天盖地地对着硝烟夺去。 望着那些暴夺而来的锋刃,硝烟淡淡一笑,背后鼓翼震动间,恐怖的速度直接是令得他暴退百丈度,轻易地避开了妖花携军的攻击。 再将三千雷洞施染到极致,再加上鼓翼的振服,硝烟的速度,早已是达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层次。 此战必须速战速决。 避开妖花携军的攻击,硝烟缓缓地深泄了一口气,双手猛地截出道道奇异的印节,而在其手印翻飞间,一道炙热的火柱也是在其体内冲天而起。 天火三玄遍,第一遍,第二遍,第三遍。 三道立鹤声落下,硝烟的气息直接是在众多惊恶的目光注视下,飞速暴涨,眨眼间便是达到了四星斗尊层次。 将天火三群变施展到极致之后,硝烟并未立刻停止,一掌挥动,三团火焰便是在掌心中浮现。 群迹略作迟矣,粘口再度喷出一团森白色的火焰。 四种一火同现天空,令得这片天地的温度瞬间便是升高了起来,不少人的脸庞都是出现了汗水,这种温度连斗气都是无法隔绝。 望着巡浮在硝烟面前的四种火焰,那摇滑绝金的面色也是微微一变,终于是略微有些感到不安起来。 以他的眼力自然是能够看出来,这四种火焰,绝对便是天地间威力最为恐怖的异火。 不过让他疑惑的,是为何硝烟体内居然能够同时存在四种异火? 这种东西,人体内不是顶多只能存在一种吗? 不能让这个小子继续施展下去。 疑惑归疑惑,但妖花学军却是并不打算给硝烟准备的时间,手中折扇光芒绽放,体积猛烈肩变大了数倍,而其双手吃扇,狠狠地半空一挥。 大裂风 赫声落下,只见得那俱善之前的空间,顿时爆裂开了一道道漆黑的裂缝。 这些裂缝如同无形的空间毒蛇一般,闪电般的,沿着虚空夺出,然后对着远处的硝烟狠狠夺趣。 对于妖花携军的攻击,硝烟倒是并未理会,鼓翼不断地震动,一道道残影浮现天际,而其本体则是隐藏于残影之内,令得妖花携军的攻击寻找不到目标。 而在躲避间,硝烟面前的四种异火,也是迅速融合在了一起。 以他现在的实力,想要速战速决,便只是只有两种手段,毁灭火莲以及大天造火掌。 而这两种手段,对于如今已经掌控了古灵冷火的硝烟来说,无疑是前者要略微容易一些。 因为在施展时,他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样,需要极长时间的酝酿。 火团在硝烟掌心中不断地膨胀收缩,一股股异常狂暴的炙热能量,也是徐徐的弥漫而出,令得这片天地的能量都是变得躁动了起来。 而觉察到这一幕的妖花携军,也终于是面色聚变了起来。 看这种模样,谁都知道硝烟在准备着一种打杀器。 你就只会躲吗? 然而虽然知道硝烟在准备打杀器,但前者的速度,妖花携军却是丝毫比不上,当下一张脸,异常铁青,怒吼道。 对于他的怒吼,硝烟却是充耳不闻,心分二用,一边躲避着妖花携军的攻击,一边凝聚着火帘,保持着其中的平衡。 望着天空上那种无谓的追逐,不少花宗的长老面面相去。 妖花携军实力虽远超硝烟,但却被斗得灰头土脸。 再者,以他们的眼力,自然也是能够瞧出,硝烟的手中正在凝聚着一种极度恐怖的能量。 这种能量若是彻底爆发开来的话,恐怕就算是以妖花携军的实力,都是相当凄惨。 广场上,云云也是一脸惊愕地望着天空上,那不断闪现的残影,以及妖花携军那气急败坏的怒吼声。 难以想象,以后者的实力,竟然都是奈何不了硝烟。 这个家伙,进步得真是快。 云云轻声呢喃着,神色略微有些复杂。 当年他初次见到硝烟时,后者还只不过是一个刚刚进入斗狮没多久的小小少年。 然而如今,当年的那小斗狮,确实拥有了将六星斗尊强者耍得团团转的本事。 混账东西,要臣有你这种弟子,简直就是丢了他的脸。 持续了将近十分钟的追逐,毫无成效的妖花携军面色也是烟尘的可怕,咆哮之声不断地在天际响彻。 而他这种失态模样,也是让得不少花松的弟子偷偷地吐了吐舌头。 没想到这外表看起了温文儒雅的妖花携军,发起怒来,也是这样的可怕。 天空上,一直都是并未停下过身形的硝烟,突然猛然顿下,目光平淡地望着那咆哮中的妖花携军,微微一笑,轻声道。 哼,绝够了?够了的话,那便换我来吧。 花烟落下,硝烟掌心中的火团缓缓沾滚,旋起一朵巴掌大小的精美火帘,缓缓地自火团之中浮现而出。 火帘一现,这片天地间的能量,顿时嗡的一声震荡了起来,一股股毁灭般的气劲自火帘中弥漫而出,令得硝烟周身的空间在一阵咔嚓声中尽数破裂。 好恐怖的能量! 觉察到这股能量的可怕,哪些花宗长老面色都是巨变。 手掌急忙一招,一道道斗气喷勃而出,宣记联手在广场周围构建成了一道异常坚硬的斗气防御。 火帘之内能量的可怕,那妖花携军自然是有所觉察, 当下一张脸庞便是变得极度难看了起来。 虽然她也知道硝烟是在准备大杀器,但依旧未曾料到,这个大杀器竟然大到了这种程度,那种毁灭般的能量,即便是它,都是感觉到有些心惊肉跳。 怎么可能,这小子不过二星斗尊的实力,即便施展了秘法,也不过在四星,怎么可能施展出这等层次的攻击? 小子,不要得意的太早,本尊可不是那么好多衣服的。 妖花携军紧咬着牙,面色阴沉,片刻后深吸了一口气,也是停止了追逐的身影,手中咽绝,飞速变换,浩荡的斗气自体内抱涌而出。 宣祭竟然是在其面前凝聚成了一道,足有百丈庞大的巨人,这巨人完全是由斗气所凝聚,浩浩浩荡的斗气如同大海一般,连绵无尽。 天明之法,气一化天地。 巨人成形,妖花携军面色也是苍白了起来,显然这一招所消耗的斗气相当恐怖。 不过,虽说面色不好看,但亲目光,却是异常阴狠地盯着消眼,喉咙间发出略为有些嘶哑的森然鹤声。 本尊今天到时要看看,究竟是你像兔子一样逃窜半天,方才凝聚而出的火莲厉害,还是本尊这气化天地更胜一筹? 斗破仓雄有声小说,由听中国出品《蜡笔小勇》播讲。 预知后事如何,还请您继续收听《斗破仓雄》第1291节目。